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特地从台中赶过来 我们非常谢谢局长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姚姚 姚伦志局长 接下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郑文燦郑局长 谢谢这位局长也是百忙抽空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 然后最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一次的主办单位 FBA公投行动联盟执行长 李应元执行长 介绍一位来宾 是我们的金黄奖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是一位正妹 我们来欢迎TBA部落格协会的凯特 我们先请凯特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金黄奖 我是凯特 那我们我现在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黄奖的成立的经过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说嘛 政府执政两年以来 其实不管是他的歌远啊 或者是立委 都帮我们带来很多很精彩的表演 然后他们这些精彩的表演 其实是创作者的灵感 那这些创作者也帮我们带来很多 就是目不暇及的一些作品 那不管是这些表演者或是创作者 我们觉得都应该要给他们一些实质的鼓励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讨论表决之后 就成立了这个金黄奖的那个执行委员会 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一成立的就是终极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倒 因为只要马英九下台了 然后我们就会接 只要他一下台我们就会就地解散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早日解散这样子 谢谢 好谢谢凯特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金黄奖的举办也非常的隆重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这个邀请所谓的国际嘉宾 是特地从国际请来的 在前一阵子 其实所谓的卡马是众人追忌的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一起热烈掌声来欢迎 Lady Karma 来我们今天看到了Lady Karma 也是特地盛装来参加我们的金黄奖的颁奖典礼 好这个是我们特地从国际请来的Lady Karma 来参加今天金黄奖的记者会 好谢谢Lady Karma 网国际巨星喔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请所有的来宾和Lady Karma 到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背板前面 因为我们待会要一起揭幕喔 然后我们是不是站到背板前面 那也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入围记者会 因为待会要公布入围的名单 好那现在是不是请所有的贵宾齁 来 好来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喔 为今天的入围记者会来揭幕 一好来 一二三 这个谢谢各位贵宾 为我们今天金黄奖喔 入围记者会来揭幕 那呃接下来呢 呃就是开始我们的记者会喔 要来公布入围的名单 那首先呢 我们也先特地请远从台中喔 今天早上特地赶过来参加我们 记者会的林嘉隆局长 那林嘉隆局长待会喔 要公布的是最佳饶蛇歌手 跟最佳歌手的入围名单 我们是不是先请林嘉隆局长 林局长 主持人喔 卡玛小姐 还有各位 前新闻局长们 还有我的好同事喔 应援修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个 金黄奖喔 那真的是很期待这个办两届就终止啦 因为如果今年办明年办到2012喔 希望能够喔 这个马皇能够下台喔 才能够展开真正的黄金年代 那在这个新闻局长任内喔 我们都主持过这个金马奖喔 但没有像这一次喔 这种啊 这么样的一个期待的心情 那我们今天来公布的是 最佳饶蛇歌手奖喔 那这个三位 入围者 三个是 大吉 考修琴 还有谢志伟 里面竟然有一个前新闻局长 也入围喔 大致呢 入围的理由是他是饶蛇的始祖喔 开启了我们台湾喔 这个啊 整个饶蛇音乐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所以是一个开创者 那考修琴喔 包完两瓜喔 到国际为台争光喔 这个也值得肯定 然后就是我们的谢志伟喔 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他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喔 到底是政治界演艺界名嘴喔 现在又进军到喔 这一个属于啊 饶蛇 这个歌手的部分喔 因为他已经有进阶的这个 所谓的蜀来堡喔 进阶的这个蜀来堡的这一个阶段 所以这三个就 啊在这里正式公布 入围 啊 最佳饶蛇歌手奖 请大家掌声喔 这一个喔 鼓励鼓励 再来喔 啊 最佳歌手奖喔 啊 入围者有三位 啊 考修琴 啊 廖小猫跟阿翔 那考修琴 喔 他一样喔 这个 最近这几年串起 知道我在当新闻局长就认识他们喔 这些啊 非常年轻的 有活力的喔 啊 台湾的粮瓜团喔 那 廖小猫 唱作俱佳 喔 大家都知道 那个大悲咒喔 喔 现在这个风靡国内外啦喔 海内外 甚至两岸之间 然后 阿翔喔 喔 潜力无穷喔 喔 喔 我们新的 呃 这个歌手 我们也期待他有更好的喔 更上一层楼的表现 那 那 大家都知道这个 马英九提出 黄金十年啦喔 不过黄金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喔 啊 很多的权势喔 地上如果都是黄金的话 那也不太好啦 喔 那 呃 也期待说 呃 这个 真正啦 喔 这几天 大家都看到各种的民调 那 到底满意度跟不满意度 有没有进入黄金交叉 还是死亡交叉喔 正在挣扎 载浮载成啊 我想大多数的媒体现在做出来都是 啊 马英九的这个政府 的满意度啊 是远远低于不满意度 喔 所以 未来的两年喔 會继续向下成人还是向上提升喔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想在这个两周年的期间 举办这个活动 那 由我们这些走过金马奖的这些前新闻局长来共襄盛举喔 我想特别有意义 那也祝这个大会能够成功 喔 所有的歌手都能够呢 啊 心想事成得到大奖 喔 谢谢